中国女排以两胜两负的战绩 结束了是联赛菲律宾战的比赛 虽然在积分榜仍然排名前八 在竞争总决赛名额中掌握着主动权 但是两场失利暴露出来的问题 着实并忍忧心 尤其是李盈盈对角的位置上 无论是王云露还是金叶 在攻防两端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 中国女排要想站上领奖台 蔡斌智 她知道需要在这个位置上进行调整 此外 队长袁锡月近期也完全不在状态 空有身高优势 却无法在王口保持竞争力 李盈盈需要新搭档式联赛 已经打了八轮 如果要评选中国女排队内 表现最出色的队员 李盈盈一定会毫无悬念地当选 她在攻防两端都发挥出了 极高的竞技水准 而且扣球手段也功夫多变 长场首发的李盈盈 尽管随着赛程的深入 体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她依然是中国女排 最值得信任的得分点 不过 与李盈盈大方一彩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其对角位置上 王云露和金叶的表现 着实令人大跌眼镜 在东京奥运周期 王云露和金叶都进入过国家队 但是两人都属于边缘国手 没有得到重用 代表球队参加的国际比赛 寥寥无几 在联赛中 两人的发挥也只能用重规重矩来形容 没有太多的亮点 然而蔡斌直到上任之后 却给予了王云露和金叶充足的信任 两人不但顺利进入市联赛的16人参赛名单 而且在已经结束的场次中 两人轮番上阵 与李盈莹搭档四号位 从边缘国手到进入首发阵容 王云露和金叶显然还没有准备好 虽然在异传环节 王云露偶尔会带来惊喜 但却是昙花一现 状态无法持续 在进攻端 王云露和金叶在场上录录无为 无法给李盈莹分担压力 其实在这个位置上 蔡斌直到还有着充足的人员可以选择 比如上赛季在联赛中表现惊艳的吴涵和仲慧 都有扮演李盈莹对角的实力 尽管受限于身高因素 两人在面对欧美球队时会显得比较吃力 但是至少 吴涵和仲慧的异传和防守 可以减轻李盈莹在保障缓解的压力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 吴涵和仲慧都没有记录16人参赛名单 袁新月不应该在继续首发 由于朱婷和张长宁同时缺席 所以袁新月成为了中国女排的厂商队长 在老将严妮退役之后 外界对于袁新月有了更高的期待 毕竟旗有着超过两米的身高 而且之前的国际比赛 她的高点被飞技术 也是中国女排的主要得奔方式之一 然而 没有了严妮的保驾护航 袁新月的短板很快就暴露了出来 从已经结束的八场比赛来看 袁新月在攻篮两端 都无法给球队提供太多帮助 袁新月的拿手绝活高点被飞 这几场比赛完全没有看到 无论是与刁林宇还是与丁霞配合 都没有打出流畅的战术进攻 拓球时也绵软无力 线路和节奏上更是缺少变化 无法给对方的篮房队员制造压力 更加令人不解的是 袁新月虽然升高占据绝对优势 但是在篮网端却毫无所为 预判和移动都出现了问题 在场上的破坏性难忘居多 缺少有效的撑起 老将严尼退役之后 袁新月确实是复攻位置上 国际大赛经验最丰富的队员 随对获得过奥运会和世界杯的冠军 但是以袁新月现如今的状态 确实不再适合进入首发阵容 坐在场下休息几场 对这个位置进行适当的转换 也许更有助于其恢复状态 本次赛事蔡斌指导带了四名复攻 希望下一战比赛 杨涵玉和郑一新能获得更多出场机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